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翼翼地在药店搜索着药品 生怕发出一点声响 旁边生病的大儿子也是心惊胆战地看着妈妈 另一边作死的小儿子却熊得很 伸着手去勾货架上的飞机玩具 还好危机关头姐姐冲了过来 接住了掉下来的玩具 正当幸存的一家人准备收拾出发时 小儿子又拿着飞机玩具来了 这可吓坏了一家人 爸爸赶紧拉过玩具 将电池给抠了下来 但也只能摇摇头比划着告诉儿子 这个有危险不能碰 姐姐看弟弟可怜就把玩具塞回给了弟弟 但没想到熊孩子偷偷地将电池也带走了 一家人再次无声地出发 在路上 他们只能光着脚在地上行走 但在路上 小儿子挽起飞机并放出了声音 惊恐的爸爸赶忙跑过去 但是为时已晚 此时的小儿子已经被未知的怪物带走了 在小儿子被抓走后过去了很久 女主再次怀孕 并且静铃生孩子 爸爸也在潜心研究干扰怪物的超声波尔基 这天因为家里缺粮 爸爸带着大儿子去钓鱼 只留下怀孕的妈妈和女儿 但是女儿不甘心窝居 于是背上了书包自己去外面探索 在家的女主由于繁重的家务 竟然羊水破了提前早产 痛苦的妈妈慢慢走下楼梯 但是没有注意到凸起的钉子 这一脚下去是钻心的疼痛 不敢出生的女主慢慢抬起了脚 并下楼打开了红灯 表示家里出事了 就在这个时候 先前因为摔了相框 导致有怪物找来这里 眼看就在楼上的怪物 妈妈强忍着痛 拉起了桌上的闹钟 并设置好烙铃 放在了远处 刚设置完 怪物便爬了下来 并且打开器官收听声音 关键时候 铃声响了 趁怪物扑上去的时候 妈妈转身跑走了 钓完鱼的爸爸看到家里亮起了红灯 明白出事了 告诉此时崩溃的大儿子 你得做个男子汉 你的妈妈此时需要你 你去放炮竹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我去救你的妈妈 但是我的儿子啊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此时的妈妈慢慢爬进了卫生间 盖上了被子 就在孩子出生的时候 终于忍受不了疼痛 叫出了声 而怪物也因为叫声寻了过来 随后男主赶了过来 找不到妻子 很是伤心 但是还好此时的妻子正抱着婴儿躲进了淋浴室 男主高兴坏了 赶紧带着妻子和婴儿往外逃去 但因为婴儿发出了哭声吸引了怪物 男主只能把妻子和孩子藏进了提前挖好的下水管道 并且嘱咐他们别动 他先去找大儿子和女儿 再次疼醒的妈妈 发现自己的孩子飘到了远方 赶紧去抱自己的孩子 但是刚抱起 就发现丑陋的怪物就在自己的面前 在危险一触即发的时候 怪物跑走了 原来大儿子从房顶掉了下来 并陷入了木料中 在这里是越挣扎陷得越深 还好此时远处赶来的姐姐发现了他 并把他救了下来 两人还没来得及高兴 远处赶来的怪物就到了 两人赶紧躲到了木板之后 丝毫不敢出声 姐姐用上了爸爸发明的超声波耳机 赶走了怪物 之后逃出来的两个孩子和男主会合了 没过多久 这只怪物又赶了过来 男主只能把孩子们放进车里 并下定决心干掉怪物 就在寻找怪物的时候 孩子们露出了惊恐万分的表情 原来怪物就在男主头上 并且一掌给男主击飞了 忍不住的儿子大喊了一声爸爸 听到叫喊声的怪物来到车上一阵破坏 此时醒来的父亲不忍孩子们受到伤害 于是对他们比划出了我爱你们的手势 发出了呐喊声吸引住怪物 牺牲自己救下了孩子们 回到家里 他们还是没能甩到怪物 但是这时 女儿在家里看到了爸爸的发明 而赶来的怪物露出了搜索器官 探索着声音 面对此时 女儿启动了超声波 怪物很是痛苦 并且头部发生了紊乱 关不上自己刀枪不入的外壳了 面对扑上来的怪物 妈妈果断给了一枪 这只没有外骨骼保护的怪物 终于被一家给杀了 在母女相识一笑中 电影也就结束了 纵观整部电影啊 没有一句台词和对话 但是每一分钟都让人屏住呼吸 为这个幸存的一家捏一把汗 虽然故事在构筑世界观时存在一些瑕疵 但并不影响我们观影体验 这不令人紧张刺激坐立不安的恐怖片 而还强烈建议大家去看完整版哦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点个关注 点个关注 点个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